《新鮮》 其實《新鮮》對我來說它是 《新鮮》 應該要給新鮮設計 跟台灣新世代的超模 一些展露頭角的機會 讓他們被大家看到 《新鮮》 很開心 很榮幸 今年在萬眾矚目 第二屆即將要盛大的舉辦 創作 abund嘅 稍略 姐姐 就真的很像動物們走進了人群裡 然後那個那群動物人 因為舞者又可以表現了一些情緒跟態度 然後model又有鶴立雞群 所以那個整個狀態裡面 他就等於是展現或看服裝這件事情 放到白皺的這一個氛圍裡 讓觀眾去看喔 服裝可以這樣做 Ladies and and gentlemen 今天是我們最重要的台北時裝週 松菸的菸廠就是百年古蹟 然後他整個條通道非常非常的筆直 把這個場地的底弄成一個類似隧道 延展出來的一個空間 那旁邊有了這個LED 每一次每一次跟著設計師不同的主題 然後有這個畫面出來 一直希望的是能夠發揮一些自己的影響力 不斷不斷的在設計的作品裡面 能夠傳達一體跟構想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其實有很多人才的設計師 大家的東西是值得被國際看到 藝術應該融入生活 不僅是設計融入生活 藝術也應該融入生活 無所畏懶 無所畏懼 把自己最喜歡的東西做到最好 覺得這段時間雖然很辛苦 有這段的經歷過程讓我覺得非常值得 對我們來講意義很大 就是讓國際也知道說 台灣也有這樣的品牌 來告訴大家永續時尚這個議題 這一次我們串聯了跟市民還有做了很多一些活動 都可以把大家串聯起來 讓大家更能夠去感受時尚 帶給我們的各種不同層面的美 能夠跟就是國際級的設計師一起發表時裝 我真的覺得是台灣設計師一個很大的榮幸 設計師能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 或城市裡做自己的秀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幸福 而且很酷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時尚就是這樣 不管它好或是不好 它的包容力是很大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它真正的主角還是服裝跟設計師 以及把服裝呈現出來的模特兒 希望新世代有很好的發展力 能夠被看到 能夠被發現 與我們很幸福 到我們將佛耍的植物 成績 成績 成績